長輩跳舞可不是只有在公園甩甩手 也是能顛覆眾人想像 帶來流行的嘻哈舞蹈 第三屆社區經典獎頒獎典禮 邀請第一第二屆的學長學姐回娘家 台中少路社區的婆婆媽媽們 穿上帽梯 戴上帽子 展現構潮舞藝 從最年輕的24歲老師到90歲的奶奶 大跳911招牌歌曲 全場氣氛嗨到最高點 因為我們早期街舞 就是在這個社區已經非常的轟動 因為想說你看80幾歲都能跳 所以說我們決定說 這一次我們要用嘻哈來呈現 那自己說這個服裝 我們也是特別去找 找這個嘻哈的服裝 大家這樣練 還來這裡 大家這樣 鬥爹 真有趣 他們上課真的是很認真 基本上就會有一種 應該要更加努力的感覺 因為他們都這麼努力了 台南南區國宅社區的阿公阿嬤 也不妨多讓 結合響板 三角鐵等創意樂器 舞出青春活力 從服裝道具上展現他們的用心 國宅的老頑童要為參與 金點獎的夥伴們大力按個讚 今天來金點獎 可以看到這麼多人 跳舞很快樂 既有金點獎活動 讓每個社區可以互相觀摩學習 也提供平台市長輩獲得成就感 快樂體 在地生活 在地老化 專家新聞陳嘉雲 林凱鈞 台中報導 iç入 많이去olved 三 Tim metro 二 sf 二 二 五 五